俗话说,女为悦己者容,女子都会在心爱男子面前,好好打扮一番,为的就是能吸引她的目光,而在后宫之中,皇上有那么多妃子,自然要心思深重一些,这样才能获得皇上的宠爱和注意。 但是宋朝就有一个皇后,她从不乱吃飞醋,对皇上也是毕恭毕敬,从来不施小手段,耍小性子,一生忠不得宠的她,却成为了一代贤后,辅佐了三代君王,一世善终,获得了百姓和群臣的爱戴,她就是慈圣光献皇后曹氏。 一,十八进宫成为皇后,宋仁宗一生膝下无儿,有了孩子也逃不过早药的命运,这也是宋仁宗,废掉自己第一任皇后郭氏的原因,郭氏当皇后的很多年中,都没有给皇上繁衍子嗣,所以宋仁宗就用这个借口,另立皇后。 而出身高贵的曹氏,就成为了这个幸运儿,曹皇后家世显赫,她的祖父是开国元勋,是宋朝非常有地位的大将军,为宋朝立下赫赫赫战功,就这样年仅十八岁的曹氏,就被赵进宫中成为后宫之首,其他人为了能当上皇后都费尽心机,耍尽手段,而曹氏不费吹灰之力,就当上了这个皇后,本来是令人羡慕的事情,但是对曹氏来说, 她在后宫忍辱了一辈子。曹皇后性格清冷,不愿意争宠,并且还爱好书法,经常在宫中,做一些看起来与皇宫格格不入的事情,这样贤明淑德的皇后,理应受到皇帝的宠爱,但是皇上并不喜欢她,最开始因为她长得丑,还有就是宋仁宗在她身上,没有受到被重视的感觉。 后宫中的张美人,长得非常好看,就特别受皇上的宠爱,有什么要求皇上都会尽量满足,张美人在后宫中嚣张跋扈,而曹皇后也一再忍让,根本没有想要斥责她的想法。 甚至张美人过分道,想要拿皇后的衣账,曹皇后都没有一丝的不悦,最后宋仁宗实在看不下去了,才出面制止。 因为曹皇后这样不争不抢的性格,也让两个人见声嫌隙,宋仁宗有的时候,还会去冷宫面见被废的郭皇后,曹皇后知道了,也并没有质问皇上,一度宋仁宗甚至还想废掉皇后,立以张美人为后,但是张美人的家世背景,都配不上皇后这样的地位,所以在大臣的反对下,皇上并没有如愿。 二,临危不乱,平定叛乱。曹皇后作为将门之后,非常有大将之风,她不会像其他的妃子小家子气,每天都只为争宠,曹氏作为皇后她心系天下,管好后宫,为皇帝减轻烦恼,但是宋仁宗不仅不太领情,还觉得曹皇后太过冷漠。 有一次,宋仁宗去中宫的时候,恰好遇到叛乱,宋仁宗虽然心系百姓,是个好皇帝,但是他性子非常软弱,没有碰到过这样打打杀杀的叛乱,所以一时间就丢了分寸。 还好当时曹皇后临危不乱,显示出自己将门之后的果断。 不仅冷静地派人通风报信,寻求支援,还带人守住宫门保护皇帝,等待救援,这样临危不乱的一系列操作,拯救了皇上,并且平息了这场叛乱。 按道理来说,皇帝应该非常感激曹皇后,但是宋仁宗不仅没有感激,还觉得是皇后安排的叛乱,是他想在自己身边好好表现。 宋仁宗可能觉得,在面对叛乱的时候,自己表现得完全不如一个女子。 觉得非常没面子,所以对曹皇后,发了很大的火,甚至还要废后,但是贤良淑德的曹皇后,并没有给她任何可以废后的借口。 3.辅佐三代君王 有一个好皇帝是百姓的福气,而有一个好皇后,对于整个大宋来说都是非常幸运的。 虽然曹皇后一生无儿无女,也并没有受到宋仁宗的宠爱,但是她却为这个国家付出了很多,前前后后辅佐了三代君王。 保住了大宋的江山,让宋朝的百姓生活富足。 宋仁宗死后,她没有亲儿子可以继位,所以仁宗就在宗室中,挑选了一个孩子作为养子,最终继承大业。 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宋仁宗,赵蜀,她继位后,对皇后没有一点感恩之心,更是没有孝心,经常和曹皇后吵架。 母子不和的事情,严重影响了朝堂之事,和那大臣也出面缓解两人之间的关系。 毕竟是母子,不要把关系闹得太僵,曹皇后有一次选择忍让,只有这样她才能和宋仁宗和平相处。 宋仁宗刚继位的时候,曹皇后作为皇太后,一直垂帘听政,帮助宋仁宗处理政事。 正因为如此,宋仁宗才会对曹皇后怀恨在心,曹皇后作为宋朝第二个垂帘听政的太后。 辅佐宋仁宗,处理政务获得了很好的效果。 宋仁宗不想让曹皇后垂帘听政,想了很多办法,但是效果一直不明显。 后来在韩齐的周旋下,双方各退一步,曹皇后答应不再垂帘。 宋仁宗也按照萧太后的规格,尊敬曹太后。 宋仁宗去世,他的儿子宋仁宗继位,宋仁宗非常有孝心,对这个祖母非常关心。 就这样曹皇后帮助宋仁宗,处理政务,理清朝堂纷乱。 宋仁宗也特别争气,能在朝堂之上独当一面,能让曹皇后休息休息了。 宋仁宗孝敬了祖母十多年后,曹皇后因病逝世,曹皇后死后,宋仁宗也对她进行厚葬,并赐太皇太后山林。 足以看出曹皇后对宋朝的贡献。 曹皇后一生贤良淑德,没有做过任何,为了争宠而谋害他人之事,也是因为她的贤良,才保证宋朝,在这三代君王之间,没有任何国力倒退的现象。 她从进宫以来,一直是后宫之主,把后宫打理得津津有条,在危急时刻还能保护皇帝。 除此之外,在殷宗和神宗时期,她也不忘自己的使命,关心民生,亲贤臣远离小人,母依天下,如圣母一般对待着自己的子民。 一心为了大宋朝,她就是宋代为数不多的贤后,也正是这样,她才有了一世善终。 后代也有很多文人,将曹皇后的事迹,写在书中来纪念她。 像曾拱、苏宋都曾写过,非常有价值的诗句。 陈湘更是写了一首,慈圣光献太皇后晚慈二手来纪念她。 历史趣闻,欢迎分享订阅史多多。